蝦 虾头炼出的红油 最大程度上 锁住了虾的鲜皮 而隔夜硬饭 能迅速吸收这些香味 在米饭里加入蛋液 让每粒米 都变成包裹蛋液的 黄金蛋炒饭 咸蛋黄则是连接 它们的鲜骨 用煎好的午餐肉 蘸上六十八度 焖煮的温泉蛋 就是最好的搭配 每种食材 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了解它们 用适合的方法烹饪 再普通的食材 也能成就别样美味 鲜骨 陆总 这道菜 您还满意吗 你们酒店经成这个样子 其实早就应该倒闭了 但是没想到厨房里 还藏着这么一位 厉害的厨师 好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炒饭 耳光炒饭 多特别的名字 那我能不能见一下 这位耳光炒饭的厨师 不能 不 不 不是 那个 陆总 是 是这样的 其实特别巧 那个 我们这位厨师啊 刚刚去歇年假去了 炒完饭就去歇年假 这个 真寸呢 很巧 可惜了 可惜了 怎么 怎么可惜了 可惜你们酒店 被收购的价格 又降低了 不 那个 陆总 不可惜啊 我现在就让他 把年假取消了